小嘴巴,大世界,由香港中华文化發展聯合會帶給你 120分鐘聲音鎖匙,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隨意門,葉詠詩 逢星期二的這個中午的環節,都會有小嘴巴大世界出現 來到今個月,有一些新遊遊和大家聊聊聊,之前聽了很多中學和小學的朋友就住歷史的主題,廣播劇 今集開始,我們有一些小嘴巴做主持,問問我們一些專家的朋友關於一些歷史的議題,應該都挺有趣的 介紹,今天我有四位幫手,四位主持的幫手,逐個介紹一下自己,誰開始 大家好,我是黃信樂,Jeffrey 大家好,我是文守正,Isaac 大家好,我是曾浪情,Cyrus 我是譚子弘,Marcus 已經有四位主持在這裡了,大家聽到他們的聲音,非常天真無邪 其實他們都是年紀很輕的,不過不約而同都對於中國文化,有一些很深厚的興趣 所以就自動請英舉手和我一起做主持 究竟他們今天要講一個什麼的題目呢?和我們請來一個什麼的嘉賓呢? 我… 我自己本身是主持啦,但因為有這些小主持在這裡,我要給他們機會做我這個主持的工作 好了,由你們去介紹今天的嘉賓和題目啦 我們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到來自浸會大學歷史系的范永聰博士 為我們講解有關中國古代的體育運動 你好啊,范博士 大家好,你們好啊,小朋友 你好 我很榮幸來到,謝謝你們的邀請 是否第一次有這麼小的主持和你們做訪問呢? 第一次 是 所以很榮幸 是的,看看主持們,你們想問范博士什麼問題呢? 其實我們就較為想問有關徐縣和激谷的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發現這兩種運動在中國古代其實都是很出名的 但是慢慢去到清朝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想較為認識一下這兩種運動 是,剛才同學Jeffrey說的徐縣和激谷可能大家都比較陌生 用現在的語言吧,范博士 現在的語言說的話 激谷等於馬球 接近馬球 徐縣等於接近戈爾夫球 很多學者都嘗試去找徐縣和戈爾夫球的關係 但是現在還等一些證據 去證明他們有傳承的關係 是的,一會我們可以慢慢在這兩種運動再解釋下去 但是在這個第一節的時間 是不是都要問一些比較基本關於體育的問題呢? 古代體育的問題 是的,其實我想知道 因為古代的人為了生存的需要 要去狩獵 例如要下水去捉魚 要追逐獵物 或要爬上去摘果子 也要抵禦一些猛獵攻擊 這種身體活動和長期的鍛鍊 是不是就是體育的起源呢? 如果在中國來說,或者這樣說 我長期做體育史研究的那個觀念來說 其實生存和體育應該是兩樣東西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是不是真的完全割裂到毫無關係呢? 我們又不可以這樣理解 因為例如說像跟萬獸搏擊那樣說 其實在跟萬獸搏擊的過程中 人類會學到萬獸的一些肢體動作 亦都因為搏擊的緣故 會產生了很多最早期的所謂武術 或者是手搏志氣 這些融入到軍事的活動中 再變成了軍事的一種訓練之後 往往就會跟古代中國的一些肢體運動有關 不過體育這個觀念,我想補充一點點 因為所謂體育應該是來自英文physical education這個字 其實是身體的活動 去達至一個身心的健康發展 這種觀念 其實在中國古代是沒有這樣的詞彙的 只有一些譬如說華陀的五琴戲 你們有沒有聽過? 聽過 相傳是華陀創的 學一下熊癮、圓、河、老虎等等的動物 一些伸展的動作 去容養一些人類 中國的古人 動動一隻手腳 這樣的血脈就可以流通得好一點 但這是一種養生的觀念 比較近似道家的東西 反而跟我們近代說的體育 是有很大的分別 近代說的體育的觀念 應該是到了清末以後 隨著西方的文化進入中國 在一些中國新興的學校出現 所以我們不是有聽過 德智體群美五玉的?有沒有聽過? 有 其中一個就是體育 所以這個觀念是來自西方 但不可以說中國古時沒有體育 不過中國古時的體育 跟西方的體育在觀念上有比較大的分別 其實我也聽范博士你說的 中國古代的確是有體育這件事 我們可以說是有體育的活動 有活動的 沒錯 但古代的時候應該沒有體育這個名字 沒有這個名字 其實育這個名字是在什麼時候才有在中國出現呢? 更代 是清末的時候 隨著西方的學制在中國開始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清代的時候 因為中國打過幾次敗仗 亞瓶戰爭他們也聽過 所以他們開始學習西方 覺得西方優秀一點 去到晚清的時候 深化到就是覺得 只是在政治和軍事上學西方也不夠 最好在文化上也學習西方 最好的方法就是學西方的教育制度 於是會興起一些新式的學校 不像以前我們所謂的私塾讀博齋、三子經、讀論語等等 而是會讀一些西方新式的學問 體育就是其中一種新的學問 所以這個觀念傳入到中國之後才慢慢出現對應的詞語體育 這個小主持問的問題非常有水平 問得非常好 其實很難回答 還有什麼要請教范博士呢 其實我也想再問一次 因為既然中國其實有體育 那為什麼他還要學一些外國的體育呢 既然他自己也有 那為什麼要學習別人呢 我想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中國的體育活動 我們不是說觀念 說那些活動 其實去到晚清已經全部都接近衰落 當然衰落的原因有很多 譬如說以往 例如激谷 待會我們也會說到 曾經很流行 但去到宋代的時候 也有些學者認為激谷是不好的 譬如朱熙曾經提過 朱熙你有沒有聽過 朱熙你有沒有聽過 朱子 很出名的朱子 他認為其實激谷不好的地方 就是有傷人有傷馬 因為其實你會打馬球 其實會弄傷馬 也有時候會撞死人 在球場上 在唐代經常發生這些事 所以去到宋代以後 其實有很多中國傳統的體育活動 都慢慢失眉 第二個原因就是 你自己本身又失眉 但西方的體育運動又傳入了 而他們有一些很競技性很高的運動 譬如說 足球 最明顯就是足球 足球和速谷其實有很大的分別 如果我們看回 足球是真的 你們都看球的 有沒有看球 足球不是很好玩 如果我們比起傳統中國的速谷 其實足球是激烈得多 好玩得多 所以一對比之下 加上當時我們覺得 西方的東西比自己好 所以導致我們一味 學習了西方的體育運動 范博士 在這個位置我又想請教你 如果聽你這樣說 是不是中國傳統或古代 關於身體動動的觀念 和西方的以競技為主的觀念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稍有分別 如果我們現在認知 或者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去說 剛才我們說華陀的五禽器 其實是屬於養生的 大家都知道動一下會健康 但就未至於像希臘 或者古羅馬那些 這麼大的競技的觀念 反而中國的體育 是更大程度呈現了 所以用在軍事上 作為一種軍事的活動 去訓練為主 譬如明代很有名 有個將軍叫斥繼光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 斥繼光寫了一本書 很有名叫《紀孝新書》 在這本書裡面 記載了很多中國古代的武術 拳術、劍術、槍術等等 但你不要忘記 斥繼光是一個將軍 他寫這本書的動機 其實是用來訓練士兵 所以中國古代的體育 在很大程度上 其實是跟軍事有密切的關係 雖然西方也是 但在中國來說 這是更加實用的功能 所以在競技觀念來說 都要到近代西方引入 我們才會比較著重 同學明白嗎 這個小主持明白嗎 明白 我們在這裡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我們就用兩個例子 跟大家再講一下 中國古代的體育運動 當然是怎樣 一達二十分鐘 聲音鎖匙 世界除衣門 葉本思 我這幾個小嘴巴的主持 助理主持很厲害 準備充足 今天我們的嘉賓 范炳聰博士 都希望可以跟他們有些交流 很辛苦 答得很厲害 我們有四位小嘴巴主持 就是Syris Hello Hello Jeffrey Hello 還有Isaac Hello 還有Marcus Hello 來到這一節 我們的小主持 打算用一些例子 即是古代的中國體育的例子 再去說明一下 究竟有怎樣玩法的規則是什麼 我們先用哪個例子 哪位小主持可以答案 其實我們較為想知道了 激谷先 好 因為我知道激谷是現代的馬球 但我想知道激谷的一些起源 首先激谷是否等於現代的馬球 我們還有一些想法 因為我們可能需要找更多的證據 證明兩者之間有傳承的關係 不過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 應該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裝備上 規則上 玩法上 實在太相似了 如果你想知道的起源 是嗎 現在我們通常會有三種說法 一種是中國起源 一種是韜波起源 韜波你知不知道是哪 韜波之出現 西藏 即是今天的西藏 另外還有波斯起源 即是今天的伊朗 但是現在呢 其實早幾十年 很多學者都爭論了很多 究竟是哪一個國家的起源 新近最新的說法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很多文獻的證據 出土的文物年代的鑑證上面 都大概可以發現 這三個地方 在差不多的時間 同時很流行的一個 激谷這個運動 即是馬球 大概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中國的唐代 大概是公元六七世紀左右 可以說是它最流行的時期 但是我們會特別看中國 作為一個研究的方向 原因就是因為中國 就著古代的世界的 馬球運動的歷史來講 它留下的證據是最多的 譬如說 在最出名的 官收的歷史 新舊堂書 知智通鑑裡面 即是宋代的 當然是知智通鑑 但它都有大量唐史的資料 我們都看到其實有很多 關於激谷的資料 更加多就是出土的東西 譬如我想你們都找到很多資料 可能有些唐三彩的圖 還有騎馬的 拿著球桿的 全部都跟激谷有關 那那些形態 或者玩的方法 跟我們現在知道的 現代的馬球的方法 都挺相似的 挺相似的 因為都是分兩隊 分兩隊 而且有裁判 當然服飾上 就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唐朝的服飾 就是一個唐莊人的出現 對 整個問題 其實哪個朝代是很多人玩 那時候那個朝代裡 什麼人會玩這個激谷 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因為你問中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研究體育史 研究體育史的目的 其實不是純粹為了研究體育活動 而是要研究究竟有些什麼的人 參與體育活動 我們就知道那時候的時代是怎樣 哪個時代是中國古代馬球最流行的時代 就是唐代 唐代是最流行的 那什麼人玩得多呢 當然統治階層最多 譬如說皇帝 駒馬 公侯將相 將軍 甚至唐代後期有很多 叫做折道士 你們有沒有聽過折道士 折道士 就是地方上面的一些官員 他們都可以玩這個馬球 不如你想像一下為什麼 會是統治階層玩得多 大家聽不聽到嗎 為什麼 不如我又問問你們 你們不如試一問吧 為什麼是統治階層呢 為什麼統治階層會比較多參與馬球 可能有些富裕一點 沒錯 為什麼要富裕一點呢 因為養的那些馬 好 你答得比較好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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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球最重要的是要有馬 而馬其實在古代是非常貴的物資 因為特別在唐代 唐代大家經常要對特決、回押、打仗 其實很多戰馬已經拿去打仗了 要在戰馬以外再找馬來支持這個運動 其實是需要很多物資才行 所以其實一般平民百姓 不是太大機會可以參與馬球 不過馬球比賽會很大型 就像嘉年華會一樣 即是說有觀眾都會去參與 有觀眾都會去參與 有些平民百姓可以參與 所以其實是很有趣的事情 其實我也知道在唐代有一個馬球比賽 就是唐宗宗、李顯統治的時候 唐元宗、李隆基和兔凡的激谷比賽 你可以說一下嗎 這個很有名 因為當時兔波要迎娶一個金城公主 整個市集團去了長安 等著接公主回到兔波的時候 就沒事做了 不如大家搞一下國家級的友誼賽 因為兔波也是很流行打馬球 就跟中國打了 但打了幾場 唐朝的那隊代表隊都輸了 當時李隆基還沒做袁中 他是林之王 即是一個繁王 還有兩個很有名的駙馬 一個叫武賢秀 一個叫楊慎駕 他三個都是打馬球很厲害 後來忠忠就說 怎樣都要拋面子回來 於是他三個代表中國隊下場 結果就贏了一場 所以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Marcus你好像有問題想問 是啊 究竟激谷的規則可不可以騎奴 騎奴 這個問題問到 證明你們對激谷都很了解 騎奴我們後來有所謂的爐谷 爐谷即是騎奴打球 用爐取代了馬 用爐取代馬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爐谷興起的時間 大概是晚唐 即是唐朝末期 唐代已經經歷了很多戰爭 可以想像到 很多馬已經怎樣 已經回到天家了 已經過世了 因為人在戰場上已經犧牲了 沒有馬怎麼辦 又要找一件事來代替他 於是就找了爐仔 爐仔也方便女性參與 因為女性可能沒那麼高大 可以騎奴打球 所以你看回一些 譬如說 新唐書有個很出名的 叫國之運轉 即是列轉裡面 他就說到一個折道士國之運 他怎樣教他的 家裡的一些女技 即是一些負責 表演歌舞的女生 去打這個爐谷 也有一個表演的意味 有演藝的性質 所以你也看到原來中國古代體育 或者我們叫體育運動 其實往往都會帶有一些娛樂的性質 另外我也想問一問 激谷的場地是在宮裡還是在郊野 嘩 問得好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長安城 因為1956年出了一套大明宮 有一個叫含光殿的地方 有一塊木牌 那塊木牌上面寫明是有球場 即是說在長安城裡面有球場 剛才我們也說過 皇帝喜歡打 他沒有理由每次都微服出場出去打 所以皇宮裡面有球場 根據現在我們的文獻記錄 和出土的證據 我們知道唐代的長安城裡面 是有大量的球場 最出名的是剛才說的含光殿的球場 另外還有這個左右神策軍駐地的利源亭子 即禁軍駐地的地方都會有球場 證明禁軍都會參與馬球運動最重要的一個成員 除了皇宮以外 會不會其他地方都有呢 有的 全國各地的大城市都會有 譬如說徐州有 開豐有 成都有 彭城有 廣州都有 廣州 廣州 今天我們說的是廣東省廣州 距離長安很遠 即是今天的西安 但也有 所以證明了一個什麼證據呢 原來唐代的馬球運動是全國性的 基本上 全國都流行 Syrus是否有話繼續想問 我想問一下激谷的裝備 激谷的裝備 那些球缸 有多長的呢 大概是七八呎左右 但這個呎數和我們今天的呎數是有分別的 古代 例如你看看三國演員都說 關羽高九呎 但有沒有人高九呎 沒有 所以中國古時的呎數 少比今天的短 大概可以預計是一隻手臂長 因為其實鞭是很小粒 在地上滑的時候也滑得很快 所以球缸是有差不多的長度 通常是用什麼物料做的呢 通常會用木做的 還有用藤 藤 南方的激谷往往都會用藤 但有時候也有些特別的質料 例如皇帝用的可能會用玉做 嘩 真的很矜貴 所以他可能很容易 那個就變成了作為一個工藝品的鑑賞 情況會更加大 那我們來到這裡 又休息一會 算是回來繼續問范博士多些 我這幾位小嘴巴的助理主持 表現得非常之好 我不知道今天的嘉賓 范永聰博士有沒有同感 我覺得很恐懼 我很害怕他的問題 令我穿了冰 露了餡 原來我是不行的 不單是你恐懼 我也有點害怕 現在我覺得我的飯碗是比他威脅 他可以完全代替我做這個節目主持 剛才休息之前 Siris有些問題想問范博士 繼續吧 Siris 我想問一下那些球 那些球是用什麼特質來做的呢 有沒有分大小的 激谷用的軟 或者可以說那個谷 其實一般來說 東亞地區都很流行激谷 中國會傾向小一點 往往會用一種叫樹柳子的東西 其實後來隨軟也是用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那些樹上面 當它可能受到破壞之後 它自己會產生一個自我保護的機制 有些細胞增生了出來 而那個東西是很堅硬的 可以不斷地被一枝球光 不斷打也不會爛 會用這個物質 也有時候會用木做的 所以其實軟的材料會有很多 甚至乎你看一下激谷的谷字 你有沒有發現它很特別的 它是有皮革的甲布 然後有一個包包著米 所以日本流行的激谷 往往它會用一個米 作為一個谷裡面的材料 對 外面就用一些皮革包著 所以其實谷的材料是可以很多的 我想問最後一條問題 馬匹有什麼要求呢? 關於馬匹的要求 其實在文獻上 我們現在知道的就不是很多 往往可能會在壁畫裡面看到 譬如1971年在長安 即西安 現在叫做現代 出土了這個張懷太子李賢的帽上 其實就有一個很大的壁畫 就是形容著 描繪著兩隊的球隊在打的馬球 我們會看到那些馬 希望如果兩隊是對類的話 那些馬最好是不同顏色 可以以知識別 但是另外當然也希望那些馬 是強壯一點的 因為打馬球其實很要求 人馬合一的境界 即是一控制那隻馬就可以立即打到 所以那些馬一定要很靈活 以及很強壯 有一個故事可以直接分享 唐元宗的時候 他去到六十多歲 即唐明王 楊貴妃那個 他仍然很喜歡打馬球 從禁軍打馬球 那些羽林軍 他自己有自己的馬舊去養著 他覺得專門打馬球的馬 他有嚴選一些馬 用來打馬球 所以可以看到唐代馬球用的馬 是非常嚴謹的 嗯 其實我想知道 因為我在網上查過那些參考資料 看到唐代這項運動的人 是穿著那些衣服 有束手袖 腰間也有皮帶 還有穿著鳥皮蝦 那我也想知道鳥皮蝦是什麼 當然是真的用鳥皮的 不過是唇黑色的一種蝦 唇黑色 其實有點像 現在我們看唐裝的古裝劇 其實你都會看到那些官員 穿著一對很唇黑色的一對直蝦 那就不是西部牛仔我們想過那種蝦 是啊 簡單一點的 如果你想形象一點去看的話 其實你看回 剛才我提到李賢太子 即張懷太子 他自己本身的墓裏面的壁畫 都有這種裝束 更加重要的是 可能值得說的是 後來擊谷傳到日本 大家都知道 日本很流行的馬球 因為是透過遣唐氏 帶去日本 在十世紀的時候 我們看回很多日本宮中的文獻 他們形容皇宮中打馬球的情況 那些人還是穿著唐裝來打 所以你可以想想 其實挺古怪 因為不是運動員的衣服 今天的馬球運動員 他們會有很嚴謹的裝束 唐代不是的 就是穿著唐代的衣服 不過唐代他們是輕穿扎袖的衣服 所以有一個 好像你剛才說 有一個袖這樣固著 就已經可以打馬球 但是穿上一對蝦 蓄著褲子 方便一點點 嘩 擊谷原來也有這麼多學問 我知道小主持們 除了擊谷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運動 也想請教一下范博士 那是甚麼運動呢 另外那個運動 那是徐縣 因為剛才我聽到范博士所說 其實擊谷是較為刺激一些 而且容易受傷 其實徐縣可以只站著 拿個桿 擊球入門 就沒那麼容易受傷 其實古時候的人 都好像我這樣想 就沒那麼容易受傷 可以只站著 把馬 養爐 可以演變出徐縣這行的運動 徐縣是甚麼來的呢 范博士 徐縣是類近我們今天認知的 所謂的歌爾夫球 在古代中國的時候 但是徐縣可能比我們現在說的 公認歌爾夫球的起源 還要早一點點 還要早一點點 先回答問題 徐縣其實會不會跟擊谷有密切的關係呢 因為我們不想養馬 對 是有可能的 我們想像一下 其實徐縣的興起大概是宋代 宋代之前 就是經歷了五代十國戰亂的時代 剛才我們也提過 晚堂的時候 已經很多馬 已經過身了 馬在戰場上 怎麼辦 沒有馬 唯有不用馬 騎爐 後來爐也難找 站在那裡打 所以其實在徐縣和擊谷之中間 還有一個過渡的時期 有件事叫做步打球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 有 有點像今天的曲棍球 即是Hockey 是呀 其實跟擊谷一樣 也是用過那支球桿 不過就完全不要馬 大家一路跑追著打 但到後來 再忍生就變成了 站定將球打入鍋裡 就是我們說的徐縣 就像今天的高爾夫球 是 剛才我聽了范永聰博士說 擊谷是何時最流行 我現在就想問一下徐縣 是何時最流行的 又有甚麼人玩的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徐縣其實我們現在 因為徐縣的文字資料 其實遠比擊谷少 現在最流通一本最重要的書 就是在元代的時候 一個叫靈智老人寫的遠徑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本書 有聽過 如果我們要知道徐縣的東西 都可以看這本書裡面找到 《遠徑》裡面已經說了 他說宋徽宗 金章宗都喜歡徐縣 可以了解徐縣興起 或流行的時代 大概是宋代 宋徽宗已經是不宋末年 所以已經是接近十一世紀 十二世紀的人 我們可以了解到 中國徐縣最流行的時代 大概就是十一二世紀 因為都是統治階層 玩多 但徐縣要求遠比擊谷少 因為不用馬 又不用廣大的場地 所以可能平民百姓參與多 其中一個重要的證據 它就是出土宋代的圖枕 即是用圖做的一個枕頭 這個圖枕上 有一個小朋友徐縣的形象 所以我們都知道 其實平民百姓 甚至小朋友 和女性都會參與徐縣 原來都是很普及的 普及的運動 Isaac或者Marcus 是否有問題 繼續想問 Marcus 其實徐縣的場地 有沒有高低起伏 有沒有設計水池 或者沙地障礙 嘩 問得很好 《靈智老人社》的《遠經》 其中有一章 是專門說徐縣的場地 叫做因地篇 裡面已經說到 開宗明義地說明 徐縣是必定需要有一些很起伏的場地 最好有平地 有些場地可能是高了 有些場地可能是凹了 有些是凸起的 令徐縣入窩的難度增加 這樣才好玩 真是我們現在熟知的 戈爾夫求生法 可以這樣說 但其中有一項特別說到 他不是太主張 特別要作一些地方做水池 如果你想有水景的話 或者場地就簡直是一個湖邊 因為中國古時也很說天人合一 他不是很喜歡 無緣無故砍了沙 畫一個池 這種 即是不想人工化 對 想盡量自然 Isaac 有沒有問題想問 還是Cyrus想問 Cyrus 我想問 我想問一下 徐縣的裝備是怎樣的呢 那裘縣用什麼製成的 好問題 裘縣主要是像激谷一樣 用藤 亦可以用木 其實靈智老人有說過 球桿 他特別覺得用木是最好的 但他很有趣 他說在秋冬的時候收集木 因為那時木是最堅硬的 但就要春夏的時候才製造 因為春夏的時候 那些木 天氣和暖 濕濕地 容易可以把它變形 因為徐縣的球桿 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形狀 譬如有些叫像棒 像棒的意思是大力開球的時候 有些叫鷹嘴 如果你遇到一些高地的時候 你要把它掘起 所以不同的名字 我們都知道 其實那個徐縣的棒的形狀是不同的 他們說 如果整套徐縣的工具 如果只是說球桿 一大套完整的 是可以有十支的 全部是用來應付不同的場地要求 很講究 很講究 其實跟現在的歌羽夫球已經很相似 稍後回來那一節就對了 是因為我們都要拉回去 我們現在的生活的場景和世界 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要知道 中國古代的一些體育運動和現在的淵源又在哪裡 稍後回來說 遇上一些這麼有好奇心的小主持 我覺得都很興奮 主持這個環節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中國古代的體育運動 和現在的世界的淵源和關係在哪裡 Jeffrey交給你了 來到這一節你會怎樣問范博士呢 其實因為我有時候在網上看一些 有關擊谷的一些圖片和現代馬球的照片 我都已經看到有很多的分別 首先擊谷的球象你可以看到它是用木和騰掣的 而且它是彎越形的 而現代的那些馬球呢 就是它的鎚是T字形的 是一圓一扁 還有先進一點 有一個手帶的 以防擺一脫了 但是我看到有時候 有些照片是側面拍的那個馬球 就是打馬球的時候 我看到它的棍是會彎的 其實古代擊谷的球象會不會像現代馬球那樣 會不會彎了呢 我想可能有很多原因 一來就是工藝的水平有很大的分別 就算我們知道其實 唐代可以令到擊谷變得這麼流行 最主要原因都是因為工藝進步 但是唐代工藝始終不能夠和21世紀的工藝去比較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就是物料 因為你剛才也說到 其實唐代的谷象其實主要是用藤和木造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物料 譬如可能是纖維 或者是很高超的合金技術 可以去完成這些物料的創造 以及將它的模組的形狀 所以我想其實我們很難去比較兩個時代的工藝 但是反而值得注意的是 唐代的時候 即是他們現在1400多年前 能夠有這樣的工藝成就 我們作為中國人應該會很驕傲 對 還有我看孫中恆樂圖 嘩!好厲害喔!孫中恆樂圖 你也看過 有五個運動的 我看到擊谷那裡 我看到裡面玩擊谷那些馬 馬尾會放低 好像鬆飄飄 而現代的馬球 我看到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馬尾會紮實 好!這個問題非常好 這些是否真的有用 還是只是用來做裝飾 其實紮起馬尾的原因 是避免馬尾和尾巴之間互相刮到 一來會傷害到馬尾巴 亦可能會傷害到球員 其實唐代是有雜味的 這個牽涉到 因為唐代的擊谷有兩種玩法 一種是單球門的形式 就是每個人排隊這樣打 其實很悶的 你覺得 另一種是雙球門 雙球門就是兩隊競竹 兩隊競竹因為很激烈 所以就要雜味 那為什麼孫中恆樂圖 見到是垂下來了 因為當時擊谷已經衰落了 其實民間已經沒有了 只有皇宮裡面 被這個皇帝騎上去打 逐點說過癮 所以已經不再需要有激烈的碰撞 正正因為這個原因 就不需要再雜味了 尾巴可以有它垂下來了 阿石也有問題想問 我看見現在的球象 是用鐵、木製造的 那古代的錘圓是用什麼製造的 都是藤和木為主 主要就是 如果以這個球象來說 物料上面 其實都是有些分別的 嗯 那其實呢 我都聽到是用木和藤制 但是這樣 可能擊球很大力的時候 可能會容易斷 其實中途有沒有加了什麼 令到它加固 好問題 牛筋 牛筋 所以剛才說 譬如說 徐軟好、激谷好 為什麼都說我們要春夏之膠去造球桿呢 就是因為天氣和暖 牛筋比較鬆軟 容易可以包上球象 令到它加固 所以沒那麼容易斷 不過你說如果要擊谷 其實因為是統治家層玩的 一場比賽裡面 都預備好多支球桿 給它換 所以就算是斷了 就馬上換 所以這件事也不重要 是 范博士聽到這裏 就不禁令我想問一件事 就是這些炎魚流腸的運動 在我們中國那裏起源 或者叫成行 但是為什麼後來又看到他們的衰落 反而在西方的世界又興起呢 以及他們有另外一套競技的玩法 其實中間的淵源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很多學者都盡力去找那個淵源 特別是如果是 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你能夠證明到 世界馬球運動的起源就是中國 即是中國是最早的 然後套波波斯也是受我們影響 徐苑就是世界最早的歌語呼球 雖然現在我們公認 英國現代歌語呼球是起源國 蘇格蘭大概是十四世紀初的時候 已經開始有人玩這件事 但是靈智老人寫徐苑是公元1289年 再久一點 靈智老人的徐苑裡面說 中國流行徐苑 他寫的時候已經流行了一百年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去考慮的話 中國的徐苑似乎在文獻紀錄上 還要比西方早興起 如果我們能夠證明到西方的徐苑 即是蘇格蘭人玩的徐苑 是我們中國在元代西征的時候 即是蒙古西征的時候 或是元代統治歐亞大陸的時候傳過去的話 中國是不是很厲害 所以其實很多學者都盡力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現在還期待更多實質的文獻去證明 因為我們只能夠證明中國可能比較早 但我們未必有證據證明中國影響別人 所以其實研究體育士也有這樣的意義 時間就不是很多 Isaac 你把握時間了 要再問些什麼 球杖很大支也很重 我知道哥爾夫球是用袋子來裝這些球杖 那徐苑用什麼來裝這個球杖呢 其實你們知道嗎 其實我也知道一點 就是用綠山支架 嘩 你也聽過 因為綠山支架看起來像綠角 所以方便用來傳放球杖 其實也挺漂亮的 都是工藝品來的 對呀 那些小主持 很厲害的 最後我問一下范博士 跟我們的小主持談了差不多一小時的時間 有什麼感受呢 很開心 因為首先第一件事 我想像不到小學生可以對中國傳統文化有這麼深入的了解 我亦都很慨嘆現在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 我看到現在的小朋友是很厲害 但同時都會覺得好像挺辛苦 因為原來知識對他們來說 吸收知識的渠道太多了 除了書本 網絡世界 或者可能像我們這次這麼珍貴的交流 都是很好的機會 但變成小朋友要攝取的東西實在多於我們的想像 我回想我小學三四年級 即是好像在座幾位小朋友 最大的都是升六年級 五年級 即是五年級 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只是逐點說他一塊飯 坐著老師說 我不會很主動地 很有自我動機去找知識 額外知識 所以我很欣喜 看到這一代小朋友 有這麼高的智能 和這麼高的學習動機 也很感謝范永聰博士 今天做我們的嘉賓 多謝大家的邀請 幾位小主持 你們每人都講一點感受 最後的時候 大家都很開心 開心的時間 覺得特別快 多謝范永聰博士 為我們分享了 很多有關機局和隨縣的知識 真的很開心 另外也多謝葉詠詩主持 教導我們做小主持的技巧 有機會我們在這裡試試怎麼做主持 不用客氣 這次的經驗真是很難忘 其實可以和組員一起合作 一起設計一個訪問節目 學習到很多新的知識 真的很難得 希望下次可以在電台當主持 學習更多新的知識 多謝各位聽眾收聽 希望下次再見 拜拜 文化發展聯合會大給你